在這個禮拜 東北季風的強度更強了 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穿著方面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就來看一下什麼 看看這個禮拜 北部地區的低溫的變化了 今天清晨 你出門就感覺到溫度低了 而到了今天的傍晚的時候 東北風增強之下 蘇澳的溫度現在只有18度 而到了今天晚上 局部地區的溫度 甚至還會有機會 比18度更低一些 但是以主要觀測站來看的話 在週一跟週二兩天 中部以北的低溫 都平均是在18度 而到了週三跟週四 略微上升到19度 禮拜五 禮拜六 冷空氣強度開始減弱 溫度升到21度 而到了週日的時候 氣溫就可以升到23度 這都是夜晚的低溫 但是今天晚上 海邊陣風偏大 局部地區的陣風 可是有達到9到10級 山區的溫度還冷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大約都是在4度到3度 以下的低溫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 我們先來注意到 南邊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今年21號颱風 另外還有一個熱地壓 但兩個系統 對我們台灣都沒有影響 但是南方上來的水氣 倒是今天使得在 中部以南的山區 跟像嘉義台南地區 有些局部的短暫震雨出現 對於漢象來說 只有使得這個土壤會濕潤 這樣的降雨狀況 是沒有辦法解渴的 不過多多少少有點水氣進來 總是好事 但北方的高壓系統 也帶著強的冷空氣進來 像現在晚上的蘇澳 已經降到18度了 預估在明天清晨 蘇澳的溫度 還會再更低一些 但明天 只有在北部跟東部的淫風面 會有些短暫震雨出現 這一股的東北氣風 還有兩天的時間是偏強 到了禮拜三的晚上的時候 冷高壓的強度部分開始減弱 溫度狀況在夜晚 才會在週三 週四略微上升 所以在這個禮拜來說 我們主要受到的 都是北方的冷高壓 帶進來的冷空氣影響 記得穿著方面要注意 而天氣形態來說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高氣壓 冬移之後 氣溫的部分 才會上升幅度比較明顯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的話 倒是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天氣也會好轉 我們來看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外島地區溫度 是偏於寒冷的 白天的高溫部分 也只有在21 24度 雲層量來說都偏多 而在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東部是有雨 中部南部多雲時勤 夜晚溫度北部是89度 到了南部地區21到22度 白天溫度也都沒有超過30度 小滴您 兩件事情要提起 風大 尤其在夜晚的時刻 所以騎車的朋友穿著要保暖 還有另外海邊城鎮的朋友 騎車也要特別注意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